首相宣布,從3月18日開始,全國封城 歡迎大家收看3月18日新聞最重點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彥 馬上為您整理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 隨著新冠肺炎日益惡化 各大超市都出現了狂掃乾糧的現象 大家都很擔心馬來西亞是否會實施封城 首相莫尤丁在剛剛10點的記者會上就給出了答案 政府決定從3月18日開始,全國封城直到3月31日 我們現在為您整理政府對抗疫情的六大政策 第一,大專、中小學、幼兒園、私人政府學校、宗教學校都全面停課 第二,全馬禁止任何大型集會 第三,全民禁止出國,外國人禁止入境 外國回來的國人必須強制進行體檢 同時必須隔離14天 第四,除了重要行業外,其他一律鼓勵居家工作 第五,宗教、娛樂、社交、文化活動及公共場所一律關閉 第六,政府及私人單位必須關閉 除了重要的水電郵政、通訊等基本的部門以外 首相說,雖然政府採取的措施會給大家的日常帶來不變 但這是必須的 以防止威脅我國人民性命的新冠肺炎繼續散播 同時他也保證會確保口罩供應充足 也非常感謝前線醫療人員的付出 感謝你們收看新聞最正點 我是馬來西亞南台,盛丁燕 祝大家有一個平安的夜晚 我們下一集見 最下集見 根本你應該是最正的